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讨论到律师这边的说法 但是我们还没有去细究 在昨天我们也看到了是这两个律师 他特别去跟他们的律师事务所来进行划清界线 是不是也担心说有可能要被查水表 查到连律师事务所都会遭殃 我觉得其实当时这个 这个余正煌在找律师的过程当中 其实这阳明应该知道这个很多细节 据我们了解是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 然后他其实原本就认识余正煌 他原本就认识余正煌 然后呢余正煌其实就一直等了很久的时间 他想要出来为自己发声 他底线很简单 他其实也没有要跟陈明通撕破脸 但是就是你们不要再把这些所有东西的罪名 这些标签往我身上贴 所以呢我觉得可能礼拜天的记者会是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包括黄帝颖 还有包括郑韵鹏 他们就算嘴巴上没有讲 但是其实心中不断的就是 他其实暗示的意思就是说 小智是原创小智是先的 那你们两本论文一样 一直强调小智是原创 你就算嘴巴上不讲 其实你就是把抄袭的这个标签 往一正煌身上贴嘛 于是他就决定站出来了 然后第一时间他们联络的是张又齐这位律师 但是呢张又齐这位律师 他如果只有一位的话 如果只有一位的话 恐怕就很容易他让他自己被这个 变成万箭穿心或是炮火攻击 毕竟连论文这么明确的事情 然后呢余政皇都可以被贴上这样的标签 那律师难道不会遭到这样的人身攻击吗 于是又找了另外一位曾薇凯律师 其实在这段过程当中 其实我也有特别去想要打听一下说 这是特别安排的吗还是怎么样 因为曾薇凯律师他其实过去 跟时代力量走得蛮近的 不是不是他是现任时代力量 桃园市党部主委 他现任吗 我听到的 我那时候听到的说法还不 就是除了这个之外 他跟黄国昌的关系是蛮密切的 他在时代力量里面是跟黄国昌这一派的 然后所以呢就是你会觉得 两个方向非常极端 一个张又齐律师可能没有什么政治色彩 但是这个曾薇凯时代力量的色彩非常鲜明 那怎么会早上这样子呢 是刻意安排或是刻意平衡吗 似乎其实就我的了解 是有一种这样子的味道 就是觉得说 就是觉得说 大家战的就是论文这件事情嘛 不是什么政治立场嘛 结果不其然其实这几天看到 我会看到像是什么周玉寇啊 就开始在那边讲说 这位凯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开始骂 这些东西都是想当然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其实余震凰在组织这两位律师 一起合作的时候 他也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不意外啊 民进党就是会这样操作啊 民进党的侧衣就是会这样操作啊 当时跳出来讲话的台大医学系的教授 这个黄教授黄韻如教授 然后不是就被攻击了吗 所以律师他们也做好这样子的准备 余震凰也做好这样的准备 但是就是你财文论文这件事情 然后余震凰把资料拿出来 律师就站在套句总统说的话 让证据说话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会发生的 但是他对然后呢不用害怕 他就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宝宝其实包含是我们看到相关的人士 都一一的被出征啊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提到 是这两位律师他都特别发声明 讲到说他们跟他们的律师事务所 这是独自办案的案件啦 所以是没有关系的 那其实杨明哥刚好在下面回嘛 就是说事务所是被查谁表了吗 那当然其他人也有说你不自杀声明 可能也要顺便一下 但我们要提到另外一件事就一样 他现在也被请全党之力出征 以及追杀了是自己党内同事叫高家瑜 王浩宇特别po文说 如果没有人要当坏人 那坏人就由我来做 高家瑜所谓的那一师五兵 这个消息不断被渲染之后 他说违反了纪律评议的裁决条例 他将向中平会来提出检举 那我们也听到其实包含今天 还有很多的台北市议员 是民进党籍的 他们也说叫你来帮忙的 不是叫你来当猪队友的 大家现在定调都很一致 就是高家瑜该死啊 我觉得到底为什么哪里都有王浩宇啊 球场也有他的选择 你已经不是议员了 然后你现在也不是参选人了 你到底为什么要一直刷存在 我就不太懂 到底干你什么事我都不理解 好高家瑜我觉得他真的有点衰 原本我们以为说 高委员他应该是 可能听到了民进党内 有一些这样子的说法 所以他后来可能觉得 这说法可能是党内某些人 或是某些派系 他可能是有共识的 所以他可能在节目当中 就直接把他说了出来 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到 原来他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弹 那当然不会有其他的 民进党的党内人士来承认说 对啊我们党内就是有在聊 这个一师五命这件事情啊 他们当然不会讲 他们一定说你看 就是高家瑜这个猪队友 你都已经是诚实中团队的人了 你还敢出来讲这种话该死 好大家一定都是用这种炮口 一致的去对内 就指对向了高家瑜委员 那所以现在变成 这个柯文哲也说 会不会有可能变成一师六命 其中一个就是包含了高家瑜委员 其实我觉得他已经很勇敢的 去说出了这样子的现况 而且我甚至觉得 不会只有一师五命 他其实会影响到 整个民进党的一个选情 其实我觉得全台 可能很多的县市 现在都很刹想说 我到底为什么要跟 林志坚一起被all in进去 你知道吗 就是超衰 到底干他们什么事 而且现在看起来 小英总统他没有要让 没有要退 哎呦 感觉就是要挺林志坚挺到底 所以民进党内有非常多的声音 其实是不满的 就觉得 这个小英总统 你都已经差不多 快要到卸任的阶段了 到底凭什么 你可以直接 现在的党主席 就是决定了一切 这一次的提名 让你还不够难堪吗 你提出了一个林志坚 然后论文就卷入这种抄袭事件 这个我们等到台大 最后判定出来 就可以知道 他到底没有抄袭 但我真的没办法理解是到底为什么小智 到现在还要一直发脸书 而且他发脸书还要一直声明说 我给大家看 我寄到台大学轮会是寄哪些内容 我全部摊在阳光底下 就给你们看 你们来检视大家来评评理 我就直接去他底下留言 我说既然你是原创的话 你为什么不直接到学轮会去说清楚 没有而且上了小时 杨明哥翻出来说 他表演性还贴错版本 真的战畅 没有我觉得杨明真的是柯南 他常常都可以挖出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智真的是少讲话 因为现在台大他都已经在调查当中 然后学轮会是让你最好去自证清白的时候 让你去大大的说明说 对我就是原创 别人就是抄袭 你可以直接去讲啊 或是你直接去告一阵黄说 你就是个抄袭仔 他不敢 你也不敢 那到底你在坚持什么 你又直到现在还一直在脸书上面 这样子大放厥词 其实我不太理解 你这到底是什么操作 那所以我觉得党内 他们的党内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声音 也非常的能够被理解 那甚至我觉得 这个后面我们等一下好像也会聊到 对不对 因为冯光远他是不是有发出一个 批评高嘉瑜的声音 对好 那我们先直接念一下好了 其实冯光远这边他的说法呢 当然现在有很多论语 不同的人士都在骂 不过冯光远他其实有特别提到一个 比较不OK的一个言论 大家就不禁想问一下说 那民进党妇女会不赶快出来吗 因为陈时中当时有特别解释说 他觉得高嘉瑜的一尸五命说 其实只是忧虑选情 结果冯光远居然去扩大解释说 那林秉书当时不也只是忧虑爱情而已吗 是忧虑爱情 我觉得冯光远他的那个说法非常的不得体 就是你不要去拿人家的伤疤 被家暴的那个伤疤出来 然后在伤口上面撒盐 我觉得真的很不应该 我觉得任何的女性 包含我觉得莎莎看到一定应该觉得 有何必呢 就是你要去批评高嘉瑜不是不行 但我觉得就事论事 你不要去把这种很失生活 很失领域的事情 然后又把它挖出来 其实当时这个林秉书被放出来的时候 高嘉瑜就已经觉得很晴天霹雳了 他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但直到现在你又在这件事情上面做文章 你不是又在伤害了一次被家暴的妇女吗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所以民进党妇女部好不好 还有我们那个范云委员 不也是陈时中团队的人吗 是不是应该出来帮高嘉瑜讲讲话 这应该不可以随便姑息这种人 就随便这样子去伤害这些被家暴的妇女 然后我们再来讲 就是因为现在呢 这个冯光源他讲说 这个林秉书只是忧虑爱情 我觉得这完全是不同的事情 就是你看到陈时中他讲到忧虑选情 其实呢 我觉得陈时中他讲的已经算保守了 他没有直接去完全的切割掉高嘉瑜 比方说我觉得强硬一点的说法是这样 哦没有民进党内没有这样子的说法 那完完全全就是高嘉瑜他自己个人的意思 当然他后来的说法是说 哦高嘉瑜那应该是他自己的看法啦 就他其实讲的非常的比较平淡一点 他没有真的很直接了当的说 对民进党内完全没有这样的声音 我相信他自己心里有数 我觉得陈时中自己心里有数 就是林志坚他是真的 已经去影响到了北部的选情 甚至我觉得不及早处理掉的话 他很可能会一直扩散到 全台的民进党的一个选情 如果最后台大他真的审定委员会 判定出来说对 林志坚就是个抄袭仔的话 那完全不得了了 一切的铁证都如山了 他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去 这个说他没有我不是抄袭 我是原创 你知道如果当台大他最后判定出来 是这样的时候 林志坚他等于我觉得他 政治生涯应该差不多了 就是很难再继续走下去 因为整个人的诚信已经完全的破产掉了 你如果是第一时间 你就直接说我好像论文 的确是出了一些状况 我用了同样的数据 但是通常我文字不会一模一样 连错字都照抄 而且甚至你在引用的时候 你的附注你总要写清楚吧 你也没有写 于正皇至少有写 但你的引注是没有的 你至少去承认说 对我可能在写作方面是有些缺失 但他没有 他从头到尾都一直说 这就是被抹黑 这就是被造谣我是原创 但我没有说其他人是抄袭 我只有说自己是原创 这合理吗 就是你这样硬拗到最后 如果台大政判定出来 确定某人就是抄袭的话 那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一次的选情当中 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大家今天到包裹 现在要来开Turbo拼近月数了 正好你们动动手指冲一波 请一起开启小铃铛 转发多多普克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喔